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长沙市天兴区有中共官员 因为从境外购买反动书籍而被伤开 习近平政权被指惊弓之鸟 来看到人权议题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表示 将坚持到底在无权利区捍卫权利 美国企业停止在新疆销售旗下的基因检测设备 因为中国利用这项产品对维吾尔族进行基因调查 涉及侵犯人权 毛泽东前秘书李瑞过世 他已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 捐给美国智库保存 近期将向大众公开 粉丝千万的自媒体咪蒙账号遭关闭 面对中国媒体现审查寒冬 许多人表示担心 传进二会之前 金正恩先赴北京见习近平 详细情形待会来看 中共官员要小心了 长沙市天心区的区委前副书记区长谢靖呢 因为托人购买境外书籍而被双开 事实上在中共党的六项纪律当中 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是政治纪律哦 因此购买反动书刊呢就成为谢靖的头条罪名 根据法广报导 谢靖被开除党职工职 理由是他购买对外散播 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的书刊 然而微信公众号郑知圈指出 因为买书落马的不只有谢靖 贵州省委前常委副省长王小光 以及重庆市渝北区前常委吴德华等人 也因此惹祸上升 不过到底什么样是反动书刊呢 有分析指在中共的语言当中 这里指的是所有批评北京 发表批评习近平文字的刊物或书籍 那即使如此 为什么官员们还要冒险从境外购买呢 报道提到即便是党的干部 也不太相信官媒报道的那一套 他们可能出于好奇心 或者是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 以前这么做的人并不在少数 只是习近平时代管得越来越严呢 因此就有网友讽刺说 在网络上中共看不顺眼就选择评比 海外的书刊他们定性为反动 这难道不是惊弓之鸟吗 也就是说在党的制度之下 中共官员必须要处处小心 人人自为以免惹祸上身 接着看到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人权捍卫者 21日发表报告说 2018年在急剧缩小的公民空间之下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们 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并且表示尽管中国政府不断打压 尽管面对种种的恶劣条件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们依然不退缩 详细的内容马上由明镜电视记者带您来看 在一个无权力区捍卫权力 这是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人权捍卫者 周四发表去年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标题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报告指出 2018年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 加大了对权力活动人士 律师 独裁统治批评者的残酷镇压 还镇压宗教社区 少数民族 尤其是西藏和维吾尔人地区 在中国独裁一党政治制度下 中国公民的民主参与 言论自由 结设自由 和平集会自由 宗教自由等人权都被剥夺 公民因推动和行使这些权利 就会受到惩罚 中国政府甚至在国际场合 包括在联合国 大力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 报告还说 2018年是中国当局对人权捍卫者 进行严厉报复的又一个年头 报复的种类包括使用酷刑 强迫失踪 任意关押等等 还威胁并阻止人权捍卫者 参加人权培训 甚至破坏那些 与联合国人权专家合作 或寻求合作的人 尽管中国的人权捍卫者 会首当其冲 遭到政府报复 但面对这些巨大障碍和风险 他们也依然继续完成工作 报告说 他们会持续放大被边缘化 或受破坏者的声音 记录践踏人权势力 追究造势者的责任 也会提供援助 推动政策或制度改革 报告称 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们 展现出卓越的力量与适应力 且足智多谋 采取各种行动 披露政府的事务 尤其是在保护劳工 教育 住房 卫生 食品安全 环境权利等方面 且揭露当局对权力捍卫者 宗教社区 以及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 最后 中国人权捍卫者 敦促中国政府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要求结束对公民社会的压制 也呼吁中国政府 必须释放所有被灌压 和被囚禁的人权捍卫者和人权律师 对酷刑的指称进行调查 对施暴者追究刑事责任 向被关押者和被囚禁者 提供适当的医疗照顾 取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结束强迫失踪 停止对那些同联合国人权行动 合作的人权捍卫者的报复 保护言论 集会 结社 宗教自由 结束大规模任意拘押 维吾尔少数民族和其他 突厥穆斯林 捍卫人权很重要 同样的新疆人权议题 也是备受关注 美国一家科技公司 因为被指产品 遭到中国政府拿来 对维吾尔人进行基因检测与调查 导致人权被践踏 因此公司决定 停止在新疆销售基因检测设备 与相关的服务 中央广播电台引述美国之音报导 设在美国麻州的 塞莫菲什尔科技20日表示 将停止在新疆销售基因测序仪 而这项决定 符合公司的价值观 道德规范和政策 不过并没有提到 是否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销售 事实上 塞莫菲什尔科技 因为提供能够被用来 辨识新疆维吾尔人身份的仪器 受到人权组织和美国议员的批评 华尔街日报报导指出 新疆警方近年利用设备 抽取大量 非刑事最嫌疑人的DNA样本 美国官员和联合国专家说 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 哈塞克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进再教育营 不过中国政府声称 这些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 对于塞莫菲什尔科技所做的决定 美国参议员柯顿 21日发表声明表示肯定 并且认为美国企业不应该涉及 中国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 至于纽约时报则报导 塞莫菲什尔科技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 将进一步了解公司技术 是如何被中国利用的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 追悼会结束 骨灰将回归老家安葬 不留北京八宝山 不过呢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表示 人们最应看重的 应该是李锐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 李南央说 父亲把他所有的日记 都捐给美国智库永久保存 这批资料近期将向大众公开 先前李锐逝世的三大争议点 闹得沸沸扬扬 随着追悼会结束 一切将回归平静 美国之音报导 李南央表示 新闻热点一过 李锐就淹没在历史里了 所以珍贵的 应该是李锐留下来的历史资料 而史料为什么重要呢 那是因为 这是一个活的共产党内部党史 李南央表示 李锐了不起的地方在于 他没有按照共产党的意愿 把东西留在中国 要是留在中国的话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香港01引述 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指出 李南央表示 李锐把他从1935年 到住院前的所有日记 都捐献给美国智库 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 这些资料将于几个月内 向大众公开 李南央又说 除了日记 信件 父亲捐献的资料 还包含他的书 龙胆子疾 以及他在庐山会议时期 参加土改时的工作笔记 在学者眼中 李锐撰写的一些回顾 中共党内重大事件的书籍 都有珍贵的价值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 丁学良教授表示 李锐最大的贡献 是为20世纪的中国作证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文字 多数人会对这段历史 根本缺乏了解 网路时代 自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先前中国网红 咪蒙发表了一篇争议文章 被指操控大众情绪 2月初 他的微信公众号 自罚暂停更新两个月 没想到昨天 账号突然自主注销 对此许多自媒体 对中国控制言论的氛围 感到担忧 根据了解 咪蒙的创始人 名叫马林 从原本的一个账号 发展为多个团队 并且作用7家关联企业 和一家影视公司 有媒体指出 咪蒙粉丝数破千万 一篇业配可以喊到 人民币80万元 可见影响力不容小觑 然而今年的1月29号 咪蒙旗下账号发出 一个出生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文章 被指造假 中国党媒人民日报 批评他们贩卖焦虑 引起舆论的反弹 对此咪蒙发出道歉信 并且表示 从2月开始 微信公众号停止更新2个月 不过21日却突然自己注销账号 而其他平台 包含今日头条 凤凰网上的密蒙账号 也被停用 中央社报导 一些媒体评论 对整治较好 像是新京报指出 鉴于社会舆论和政策的压力 那些畸形的自媒体商业模式 煽动民粹的生意经 早晚都会进行不下去 不过呢 部分自媒体经营者 却感到一股良意 有人说 没有谁能够确保能够写出百分之百正确的文章 如果管控这么严苛 是否代表只能生活在看似风平浪静的世界中呢 如今中国自媒体现审查寒冬 也让人不禁担心 新媒体从业者应该如何发展 还要来关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 27号将在越南河内进行第二次的川经会 而每一次与川普会面之前 金正恩按照惯例都会先和习近平会面 这一次也不例外 韩联社就引述消息指出 金正恩很可能会在24号 先搭火车到北京和习近平会面 再搭飞机前往越南 越南街头车水马龙 还随处可见美国与朝鲜国企 预告27号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川经会 工人感应川经会纪念衣 还有各种款式可供选择 越南摊贩对于将来的川经会相当兴奋 不过越南官方恐怕就不能那么轻松了 为了即将到来的川经二次会 越南警方已经加强了中国与越南边界的 同灯车站为安 因为外界预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将会搭乘列车前往同灯站 并且转乘汽车前往河内 根据路透社报导 在同灯车站周围 不只有建筑工人正在加紧整修车站 还有许多远警在周边巡逻 甚至有两名远警跟着路透社进行检视 不只是越南韩联社也引述消息指出 中国与北韩之间的边境城市 丹东也开始进行交通管制 当地的中联大饭店也暂停周末两天的客房预定 外界就猜测金正恩在周末将会搭乘列车 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金正恩近年频频与习近平进行会面 在第一次的川津会前后也请跑中国 外界就分析金正恩除了要保持与中国的长久情谊 也要习近平当靠山 如今金正恩在川津二次会前又跑了一趟中国 可见这次会谈也少不了中国因素影响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在与习近平会面之后 金正恩可能搭乘专用火车前往越南 或是搭乘飞机前往 让专用列车空车前往越南等候 每一次出国总是神秘兮兮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不只出国需要大规模为安 行踪更是难以掌握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中国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中国各地的最新消息 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教育部最近宣布 从新的学年开始中文成为中小学必修的第二外语 也就是说学生们现在可以选修俄语或者是中文 根据美国之印的报道 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必须学英文作为第一外语 之后从五年级开始学习第二外语 此外中国也承诺协助格鲁吉亚的中文课程 包含教师培训等等 有学者表示格鲁吉亚的处境与乌克兰类似 有部分国土遭到俄罗斯侵占 除了希望能够加入北约和欧盟以外 也已经加入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最近有业内人士爆料 澳洲煤炭在中国不只有海关通关时间延长的问题 甚至还被停止进口 怀疑是针对澳洲禁用华为产品的报复行动 但是双方官员都加以否认 根据东森新闻网的报道 日前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澄清 海关是在进行环境检测 只要符合法规标准就会放行通关 另外上报引述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报道指出 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也异口同声的表示 中国并没有因为其他外交议题而将矛头指向煤炭交易 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可能会让北京不开心 美国海军的瓜达鲁普号油料补给舰 以及英国的皇家海军蒙特罗斯号护卫舰 最近在南海联合演习 曝光引述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这是英美海军三个月以来的第三次演习 主要是安全与后勤的训练 根据了解美军油料船是依照北约的程序 为英国军舰进行补给 英国护卫舰则则是对美军油料船进行登船演习 模拟打击海上非法贩运 有评论认为这项行动恐怕会让中国相当不满 中国当局长期限制民众的信仰自由 迫害事件屡见不鲜 没想到官办教堂也有遭殃的一天 自由时报引述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出 位于江苏省赴城镇的成东教会 是一所拥有超过3000名信徒的官办基督教教会 却在2月19号传出 当地政府突然派人到现场 出动大型的设备强行拆除屋顶上的十字架 过程中没有激烈冲突引发舆论哗然 事实上成东教会是在2007年获得批准注册的 除了牧师是由当局选任之外 教堂内部还装有大量摄像头方便监控 结果还是无法摆脱强拆的命运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接下来带各位回顾稍早前的新闻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美国封堵华为的联盟彻底崩溃了吗 尽管美国参议员称美国盟友需要在对中国华为问题上保持共同战线 但继英国之后德国新西兰也在考虑不在5G通讯网络项目当中排斥中国通讯制造商华为 评论指随着核心帮友国的纷纷离队 美国主导的反华为阵线正在崩溃 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国参议员称美国盟友需要在对中国华为问题上保持共同战线 防范使用来自不尊重法治的国家的设备的风险 据朝鲜日报的报道说 美国反华为联盟因英国德国新西兰离队而溃散 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 继英国之后 德国新西兰也在考虑不在5G通讯网络项目当中排斥中国通讯制造商华为 尽管美国警告称 无法和使用华为的国家成为同盟 但随着核心友邦国家纷纷离队 美国主导的反华为阵线正在溃散 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这表明美国情报当局未能拿出可以支持排斥华为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德国财经界人士表示 在此情况下轻易的排除最有竞争力的华为 会遭到中国经济报复的风险也非常的大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也说 以英国经济部门为中心出现来认为 英国脱欧带来的经济打击很大 因此不能破坏和重要经济伙伴中国的合作关系的呼声 报道说 去年传出决定排斥华为的新西兰 因中国人取消新西兰旅游等 已经遭到了经济报复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高举本国优先主义和欧洲的传统友邦 发生了各种摩擦 丧失了人心 这就是美国的要求行不通的一个背景 据报道还说 当地时间19号 华为创始任正非在美国CBS节目当中大声的主张 华为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任何情报 如果华为有任何这类的举动 它将关闭公司 如果华为这么做了 美国先进的技术早就查出来了 美国查不出来 就是华为没有做的证据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 中国想引渡谁就引渡谁 香港接近30个民间团体 以及接近40名立法会的议员 以及不同界别的人士 2月20号召开了记者会 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香港保安局 上个星期建议仓促修订逃犯条例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联合声明表示 香港保安局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提出了修订逃犯条例 以及刑事适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意在打开香港司法制度的缺口 以迎合中国政府实属危险之作 说明说 一旦通过修例 香港人澳门人以及台湾人 在香港拘留或途经香港时 被指涉嫌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都可能被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 甚至被判死刑 声明还说 建议香港政府只需要安排香港与台湾的引渡机制 开放过往对台湾的引渡限制 不需包含中国大陆地区 就能避免争议 声明还补充说明 香港和台湾均签署国际人权公约 可直接按照国际标准来商讨 据报道 参与联署声明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姚松岩在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政府这次修订逃犯条例 在时间上有奇怪的巧合 令人有理由相信香港政府这次修例 是为了配合孟晚舟案 担心将香港变成国际交换人质的基地 姚松岩说 以后中国就可以在任何国家协助美国做引渡的时候 利用香港做对等的引渡 引渡该国的公民到中国受审 作为一种交换人质 互相威胁对方 香港立法委员谭海邦说 新修订还将迫使台湾承认一个中国 因为要台湾接受将来台湾的旅客和异见人士 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 对此 台湾立法院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也表示担忧 过去如中国政府要拘捕和检控台湾人士 只要台湾人不踏足中国 就无需面对有关的法律程序 但是如果这次修例获得香港立法会的通过 到时如果有台湾人被北京定性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可能会在香港被引渡至中国受审 担心李明哲事件重演 徐永明表示时代力量将于2月21号上午 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要求台湾政府严正表明立场 让外国人帮中国人养老 北京新政策引发质疑 中国政府的18个部门近期发布了行动方案 全面向境内外资本开放养老服务市场 舆论认为当局此举是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采取的新政策 但中国普通居民的退休金很低 很难负担养老院的费用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中国发改委等18个部门本周二发布通知 宣布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支持境内外的资本投资举办养老机构 落实同等的优惠政策 深化非盈利性养老机构登记制度改革 允许养老机构依法依规设立多个服务网点 实现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运营 鼓励民间资本对企业厂房商业设施 以及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 进行整合和改造之后用于养老服务 开展城企协同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行动计划 中国河南居民张萍向该媒体表示 现在中国老年人退休金集体企业普遍只有1000多元 要进入养老院每个月要交几千元 国家给补贴吗 中国现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拿不出这些钱来 张萍还表示 目前中国国内众多养老院采取会员制 老年人需要一次缴纳五年多达十万元的会费 五年后随着通货膨胀 再支付下一个五年的费用 普通人可能难以负担 而政府养老院虽然价格相对较低 但是不找关系根本进不去 据报道 2016年北京移养爱婉养老公司倒闭 导致数千名老人被迫离开 无家可归 玉处卡舒吉案的阴云沙特与中国相见欢 沙特王储本萨勒曼2月21号抵达北京 计划访问中国两天 并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见 据法新社的报道指出 沙特截止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就中国引发国际批评的新疆 再教育营发声 本萨勒曼欲借亚洲多国的访问 向西方展示在亚洲有盟友的支持 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也希望通过此行解除 因卡舒吉暗杀事件引发的国际外交批评危机 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中国官方媒体透露 本萨勒曼访华讨论议题还包括一带一路 沙特与中国近期加强了经济的关系 沙特能源与工业大臣法莱赫指出 沙特拥有丰厚的资金 应当寻找报酬优厚的地区投资 而中国就是理想的投资地方 法新社说 沙特阿拉伯对中国新疆建立再教育营继续保持沉默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引述的专家指控 中国在新疆建立再教育营 对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人拘禁关押 但中国官方否认指控 指出是为了消除伊斯兰激进化危险 对穆斯林人的职业在培训中心 中科大留学生斯坦福自杀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斯坦福自杀 死者名叫王子文26岁 生前为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第五年博士在读 圣塔克拉拉县的验尸关办公室 确认了为上吊自杀 资料显示 王子文博士期间就读 主攻可变电阻式记忆体和计算机 储存器的研究 以就读四年半的时间 2010年至2014年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攻读应用物理专业 获得学士学位 目前还不清楚导致该学生自杀的具体原因 500官司告赵薇夫妇 股民排队索赔 中国艺人赵薇与丈夫黄有龙 因涉嫌空壳交易一身已 赵薇夫妇旗下的祥元文化 原名万家文化遭到了投资者控诉 虚假陈述 2月21号 五名重庆股民控告赵薇和祥元文化的案件 在浙江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截至2月19号 祥元文化共有511宗官司排礼开审 除了一宗案件已经撤控之外 累计的诉讼金额高达6054万元人民币 但消息没有说赵薇今天是否出庭 据《苹果日报》的报道说 今年1月19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17份民事判决书 对17名股民起诉 祥元文化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做出一审判决 判处被告赔偿原告合计48万元人民币 赵薇需要承担债务连带责任 报道称 不过祥元文化和赵薇在2月15号提出上诉 不服一审判决 在最后期限递交上诉 可以说是缓兵之计 京东奶茶店突然停业 刘强东和奶茶妹婚姻有变吗 2月21号有网友爆料说 位于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京东家智能奶茶馆 发布通知宣布停止营业了 这让情人节刚传出婚变传闻的刘强东和奶茶妹 又成为了焦点 这家奶茶店于2015年5月8号正式开业 京东集团的CEO刘强东和由奶茶妹妹之称的妻子 张泽天曾一同出现在开业现场 并进行剪彩引发了围观 如今这家刘强东为张泽天开的奶茶店停业了 原因不详 不过京东方面曾表示 奶茶馆和张泽天并无直接的关系 但不少网友认为 刘强东建该奶茶馆就是为了秀恩爱和制造话题 2019年2月14号 有网友在中国社区网站豆瓣网 爆料刘强东和张泽天已经离婚 而且表示是媒体人的可靠消息 随后 微博认证中国著名娱乐法律律师的周俊武 在个人微博发布律师声明 辟谣两人已经离婚的事件 中越战争40年官方不发声 老兵不能发声 上周日是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 中国官方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 而当年受到广泛颂扬的老兵们 也光环不在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 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同官方刻意淡化的态度不同 中国民间热心关注老兵维权的人 还是大有人在 一名在网上整理老兵通讯名册的义工表示 他的网上老兵联络平台 每天都有大约1000多左右的访问和交流 他认为老兵上访的原因很复杂 但地方民政机构对老兵还是有很多政策倾斜的 据报道近年来 人数庞大的中国退伍老兵群体 曾多次举行维权活动 要求改善待遇 据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去年3月的报道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批示 必须做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 此后不久 由中国军宣告成立退伍军人事务部 专门协调老兵问题 退伍军人事务部成立之后 老兵的境遇是否切实得到了改善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不过 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之际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信息称 老兵们原定在广西湖南广东等地集会 纪念中越边境战争40周年 但活动全部遭到了公安的阻挠 2月15号到17号 各地至少有200名老兵 应维权被公安拘留 对于官方不再公开纪念 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 广西一所高校的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中越关系研究学者认为 现在中越两国关系很好 去接过去的伤疤不合适 现在在谈战争的事显然是不合适的